各位晚安, 現在就講第十一課的第二段片 但還是那句, 在看你這段片之前請你看我今天 上次的功課的解釋 那段片一定要看, 因為其實我都講得很清楚 其實在Vatis中有些詳細和概念是很重要的寫清楚出來的 如果你寫不出來的話, 其實是有些概念比較清楚 所以在看這段片之前, 確保大家先看上次的功課 我講的那段解釋片, 就是和廣東話拍的那段, 這個很重要的 那今天我這一段片, 其實就想說11.3、11.5 你會見到我跳過11.4, 為什麼呢? 首先來說, 我覺得本書編排得不太好 因為11.4就是什麼呢? 其實主要是把Vatis放到CordinaryPink 那你可以說其實那個Session是比較淺 亦都可以說那個Session in some sense 是會有些深的位置 但基本上你一定會覺得11.4會比較淺 因為11.4你放了CordinaryPink 甚至是, 你看見11.4是三層的 但也不會真的特別深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你都接觸過 例如你那些拼命也接觸過 那些Snelpe, Distance 其實在Vatis放到Park 所以11.4相對會比較簡單 但基本上如果你說Vatis 就是二層的Vatis 最難最難都是說11.3、11.5 即是說有兩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兩個Vatis Parallel 和兩個Vatis Parallel 即是它們都接觸過 就是我經常說接觸過這個概念 其實在計數上面都會有些複雜 亦都涉及到很多線的圖形 這方面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吃力 所以我們就先虎後填了 先說這個線 那你要記住 其實11.3、11.5 其實它應該是連結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零零射射就把11.3 抽了幾頁做11.3 放在前面 所以我就想放在一起 但在說11.3之前 我想先 recall11.2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個概念 記住也是 大陸是11.3、11.5 它不會用的 就是在說兩支Vatis 如何去 compare 它們的coefficient 那這裡你要注意到 我們有時真的會去處理的地方 如果兩支Vatis來A和B 它所謂叫做 non-zero and non-parallel 即是說那兩支Vatis 就不會同一個方向 即是一列來 我們手指也知道 那支Vatis也知道 它一定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不會這樣回答 也不會這樣平衡 那你就會肯定的 就是兩支不同方向的Vatis 如果等於 兩支不同方向的Vatis 應該是同方向和同方向比 因為你要記住 不同方向的 你應該是影響不到 另一個方向的Vatis 所以如果我們說 這樣兩條 和另一兩條是equal的話 是應該拿回 同方向的Vatis 來做comparison 那當然你可能會 argue 你講過 兩支Vatis combine之後 可能會變第三支 但你要明白 就算你變第三支 也好 你拿那支第三支 跟第三支 比的話 其實你本身那支第三支 都可以decompose 做回這兩支不同方向的Vatis 例如 好像題目說A和B 那樣 所以 其實如果我們就A和A 比B和B 就看 這個問題 但你要記住一個很重要的concept 就是 那兩支Vatis 必須要是Long Parallel 為什麼這麼強調呢 就是因為之後 到11.5 我們會不斷地說 Vatis 有機會是Parallel 當Parallel的情況 我們就不可以 就這樣用這個比 OK 但你要記住 這個comparison 也都是我們 Frozen4書 都會很常用的 一個技量 很常用的招數 所以希望大家要記實 OK 除了這個之外 也有一件事想提起 就是 11.2 我都說過一個很重要的concept 就是說 如果你肯定到 例如 我說這個數目 A dot 等於2 dot boy 就是說 A dot的長度 等於兩個D boy的長度 也都肯定到 一件事就是說 現在 A dot boy 是collinear 你要記住 我們說collinear 那當然 你就說 阿sir 在collinear 之後 parallel 其實都可以 所以 在這裡 他就強調了同一條線 所以collinear 你要記住 當collinear 再加上長度比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 寫成一個fatter form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加這個 combine 我們就可以寫 A dot 等於兩個 D boy 這個 我剛才 解功課的一段影片都說過 但這個 都要很重要 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concept 在我們做11.3 都一定要記住 所以希望大家 keep in mind 這兩個很重要的concept 就是 compare 和collinear vatter 怎樣可以 代表另一條 這個很重要的 ok 所以 11.2 都順便找回這幾個 然後 11.2 的example 也是 類似說的 分析 那這裡 我就很快 飛回 但是最重要的 記住 如果大家 真的要熟 看回 11.2的example5 和example8 那你就會很容易理解 11.3和 其實 in general 我們怎樣去理解 11.5呢 我上次拍 11.2都說過 其實 這個example9 就是你們的 chapter 11.2的example9 其實是非常之似我們在chapter11.5會做的功夫來的 所以這裡 一人間我們就可以邊做邊去看這條數 但是記住 這條example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 也是 3.5用 那為什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另一方面 就是 基本上我們考DXC Long Crack 都是考11.5的類型 那不是說之前那些不考 可能會考Sockrack 但是你要記住 我們最 最後的application 都是refoto 11.5 明白 所以希望大家要記住這條example 好了 那跟著我們就先說回11.3 那現在我們說11.3比較怪雞呢 好像特意在後面抽幾頁上說的 叫做11.3 因為11.3 我們想說一個concept 叫position vector 其實position vector這個concept 我覺得有點廢話來的 因為你看裡面內容就知道了 那你就會問 喂 sir 記完廢話為什麼要介紹呢 因為他想介紹一條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vector裡面一條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要說position vector的概念 所以position vector的意思就是說 在他的題目那裡 他會說的東西叫做point of reference 所以point of reference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那個point就是你的start point 就是其實換句話說 所謂的point of reference的意思就是說 拿那一點來做你的vector的起點 就是其實那個tip 就是其實是你的尾 或者tail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的vector tail 這樣解釋而已 所以其實呢 你就會說 那你既然是vector tail 我直接寫個symbol出來 我已經知道哪個是tail 例如舉個例 我說OA 那你就知道O一定是tail 那當然一定是 因為我們本身也定義了 那個vector 就是說 如果你是OA的就由O去A 那O就是你的尾 所以其實 所謂point of reference 其實就等同於你的尾 但你就會說 喂阿Sir 那無端端說這句話做什麼呢 其實呢 是方便你在題目上會做的 例如我說 ABvector 為什麼它會等於 這裡是Bvector 和Avector 其實很簡單 因為如果 我們 所謂 定義了O 是reference point 就是說我們什麼東西 都是由O開始出發 例如我們會說 OA OB 也都例如說 OB 知與之類 那你視乎看 本身的圖有多少點 例如你現在有3點 O開始 OA O就是OB 然後它就 通常會方便起見 可能會定義 OA 給個small letter 例如我說 OA是叫Avector 那 OB就叫Bvector 所以現在我想問你 AB要怎麼搞呢 其實AB 你用之前 我們學vector的definition 我們其實都可以這樣做 例如AO O 然後就加OB 那就是說 你由A去B 所以A就回到原本的O O去B 然後你也知道 AO 其實等於負A 然後 B OB 就等於小B 所以這東西 就跟這東西一樣 那 其實這個 其實 除了我們 其實不想學這個session 都知道 其實是的 所以其實這裡 老實說 我覺得這本書 是無法令你 為何要學 這個session 叫PositionVector 或者為何要開到一個session 去學這東西 但是這個 其實都想記住 叫大家幾乎幾乎 所以來說 其實 in general 我們如果 寫Symbol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不會這樣寫 這個可能是Physics 都會學過 就是說 如果你說ABvector 我們當有一個reference point O 即是所有東西都是O開始 的話 我們可以當先O去尾 尾尾尾尾尾尾尾 O去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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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这里就没什么特别 但是呢 你会发现,例如例如10 它叫你静,你就会说 这个和我说position letter 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要用position letter 呢 其实这个真的是废话 因为考试的时候我们不会写 use position letter 这个完全是我不会写的 那你就会说 如果我真的想证明这个 我还没写这么多东西 其实不用的 因为呢 你做这个数字的时候 如果真的做 我就会这样做的 那我们做证明 那就会永远由一边做一边 例如这样 那你看到我们的final target 就是说 我们想做ps加rq 是你的答案 那就是我们看看pqrs 怎样变成psrq 那其实不难的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 如果我要做pq 那我如果想砌到答案有ps 那我就先做ps 那第一个是中点的q 那所以就补回sq 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可以这样做的 就是把你第一个 转成这样 然后你第二个 一样做法 那你第二个又好像这样 你拨 x 那你那边有个rq 那你就先砌了rq 但是因为你本身的中点 是s 就是7qs 所以其实已经搞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发现了 就是说 你当你这样写完之后 这两个就约了 因为这两个是 是 是 是同两点 就是s和q 不过在不同方向 所以其实 你说 阿sir 什么position vector 为什么不需要你 OK 纯粹想提醒你们 就是说 为什么会说position vector 就是因为 这个session有一条很重要的色 亦都会在整个vector里面 很重要的技术 会用的 OK 行不行 那条是什么呢 那我现在就马上讲了 OK 但是这里首先明明先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pq 拆回component 拆回两个 两个或三个 任你出下几个 总之拆完之后 最重要就是 起码要多拆回右边 其中的两个term 然后剩下的应该有 因为你要proof 那它被你proof肯定有得做 所以其实这样就很重要 好了 最重要就是这条色 OK 那请大家打升这条色 那这条色就是point division 如果你还记得 现在我们在form3 我们学了一条色 就是point division 或者我们通常都叫做 session formula OK 或者我们直接叫做point division 那什么是point division 其实这个 在我core的时候 我拍的那条enrichment片 都跟大家讲了 所以point division 意思就是 如一至两点 你有一条拉西米的线 我想找它的线段里面 其中一点 它的位置 那当然 那段来西线 我是那段来学的 那如果我们都知道 ratio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条公式 去计算一下 那条就叫做point division formula 或者叫做session formula 而这条色呢 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看完我core 那段enrichment片 我都讲了 其实point division 有两个 一只叫 internal point division 有一只叫 external point division 所以在vector里面 我们都会有external point division 这个方法 那但是呢 m2.3 就是在m2.7 里面 是没有强调这件事 正如core 我们都没有强调过这件事 那但是你要记住 既然你core用得的话 即是m2 都可以用到external 的scenario 那这个就等我们 去讲summary 做些真是dse 图的题目的时候 就看一下 可不可以转空指 试用external 可以做得更快 那现在就算 basic的基本功呢 我们先当所有都是internal 就是a和b 这样 它是讲a和b 里面 so we call internal point 那个位置 这样 那你要记住 就是说 因为你那时候计point 所以用果断来 但是呢 继续告诉你 其实vector 都可以用这样的颜色 但是也是那句 我非常之讨厌他这样寫 因为原因就是 虽然这颜色呢 就很方便记 因为这颜色 和你以前做果断是一样的 ok 只不过就是你今次的 不是那一段 是认为vector 例如 x pvector ab 就是x xf和x2 原本的xn 或者y 其实你要记住 vector可以装 x和y 这个我们还没说 因为11.4才提到 在那一段 所以呢 你发现了vector 那时候呢 的presentation 是和你session formula 基本上 以前那礼拜是一样的 就是 寫法位置都完全一样 不过 我也是那句 我不喜欢他这样寫 为什么 因为我想强调 vector 是不能拿来取的 vector 是不能取得的 但是你就说 相片方便寄 除个number 好像方便些 但是我也是那句 不建议 所以我也强烈要求 大家考试 应该这样寫 就是寫分数倍数 乘个avector 加分数倍数 乘个bvector 这里我要大家强烈 要确守 就是说 其实你应该要这样寫 才会適合 如果你寫 那个寫法 其实dse有机会 都真的会扣分 因为我们都说了 其实我们不希望 有个除vector 这个概念 所以你这样寫 是好一点的 但是你会说 阿sr 很难记得 都是那句习惯 但是你会说 阿sr 要懂得怎样做 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要记住 我们讲point division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首先来说 你要有三个块 就是刚才说的abp 但是为什么我们invented form 我们就用到 刚才我们讲的position vector 概念 就是当有第四点 那点用来叫o 所有东西都是 in terms of o开始 就是o 指过去的 例如a 就是oa p就是op boy就是ob 那样 就定义它的vector 叫做ap 和b 就是说 其实我们 就拿点 隨便拿点 就是o开始 就是我们当那点 叫point reference 例如我们就set了这个 例如我set oa就是这个 o b就是这个 所以你现在要计算的 就是计op 因为我们所有都要由o开始 那样 那当你就说 那阿sir 其实不是一定要o开始 其实不是的 因为reference point 也没有叻的 所以其实你瘋一点 你拿到a开始 可以的 但是你不会这样做 因为你知道 如果a开始 aa就没有意思 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做 那我们当有第四点 那些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那叫o 那我们就set了这三个vector 那我们就有这三个vector 就会有这个关系 那这样 那其实这个就真的非常容易正的 那书都有教的 但书的我就完美复诱一点 因为其实这个呢 就算你不看书 你只能看得到 因为你要计op 你要计op 那所以其实你直观 你会立即看得到 其实你的op 就应该是等于你的ob 加bp 是吧 因为都是那招 那当然你就说 我喜欢oa加ap 但是没问题的 你喜欢的 方向的 没所谓的 那你喜欢b就是ba就是a 其实左和右 都是看你怎么摆的位置 没所谓的 那但是呢 那重点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bob的rata就是b 那你就少计b 但是最重要是bp 最重要是bp 我们怎么去计算 但是你也看到 其实bp呢 用回刚才我手一点强调的东西 就是说 它是和ab有关 因为它是collineal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在这个位置 你很明显看到就是说 我可以将bp in terms of ab或者ba ok 因为同一条线 那如果是同方向的 那我可以计算是ba 好吗 但是 多少ba呢 那就看回比例 因为你现在整条 叫ba 整条的ratio 是r plus x 而bp就占它的s分 所以你知道就是说 你用回简单的初中的分数计算 你就知道它整条 s over r plus s 剩下ba了 因为它整条就是r加s那么多分 你的bp就占s那么多分 你就将这个成分 那ba就是法目 所以其实呢 你要做的下一步 就是加回这个东西 ok 那你加回这个东西 那但是 但是你要记住 就是因为本身 ba呢 看回图呢 其实都很容易看到 就是ba ba其实actually就是什么 就是b去a 那b去a就是 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 你由b开始 回到a 但是b回到a 就是说 你由b去oo去a 那意思 所以我们都可以变成什么 a vector-b vector 就是其实呢 就是-b 就是把b去o 再加回o去起 所以就是-b加a 不是 -b vector加a vector 就是a-b 所以你这里 也可以转到a-b 这样的事情 那接着呢 其实呢 你最后呢 你就将 这三个东西 即是1 2 3化繁简 就完成了 哪三个东西呢 你其实最重要 最后就将这一块东西 这个整个东西 和这个整个东西 的化繁简 那你最后就得出了这条式 OK 那这个我不再 你就自己做完 但是你会说 啊sir不可以 为什么会h bin r 因为你通行没知道 你就发现了他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其实 那些pore division format for vector 或者session format for vector 其实就真的非常容易正 你就会看到的 但是你就说 这些这么简单 一眼看到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都要去做呢 就是因为呢 其实有些题目呢 如果我们用这些式 是更方便的 好了 那接着有个special case 就是pore formula pore formula pore formula 其实就是session formula 的1比1版 同样道理 因为你session formula 所以1比1版的session formula 即是pore formula 其实都会用的 所以你要记住 其实pore formula 跟以前我们学 中3 codrom 都一样的 这个其实都是那句 只是1比1版的 ok 1比1的session formula 所以你要记住 session formula 这条一定会用的 因为其实只不过 raison不动 ok 那就变成这样 那也是那句 不要这么写了 记住写回 2分1a加2分1b 那你记住 因为以前学习 这方面 就是加乏2 ok 那所以现在 就变成 半支 第一支 半支a加半支b ok 就不是加乏2 这样写了 ok 但我们就用半支a 半支b 可以吗 那就这样 那基本上 你要记住 考试会考哪个题目 基本上 我就会一次过 11.3 刚才11.5 11.3 这个很简单 他就说是三维形 然后就说 比例 ap比p 比2比3 然后他就说 m就是cp的mid point 然后他就说 the position factors of a,b,c,p,m respect to all 对 对 那你要记住 他这句 这样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这句整句意思 其实就是告诉你 你现在在conceder o a 然后 o b 然后 o c 然后 o c o a 跟次序 o b 这样 挺有心的 大家的节目 对回世界节目的 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 他只不过 就是写多些东西给你看 他就不直接图片 写出来给你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说 有什么特别 没有特别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所以不用担心 反而你就要想知道 A part 我就说 我想expressp vector 现真数af vector b vector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想你 问op 是多少o a 加多少o b 因为你 in terms 那你可以用send formula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说 刚才我说 你就算拿b 这个point 你那个send formula 都会用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 直接 apply 你的p vector 因为现在我们的比例 就是2比3 所以跟回 send formula 我们就说 近a的raso是2 近b的raso是3 所以你cross成的时候 那时候呢 3 over2加3 就乘下a 然后2 over2加3 就乘下b 那这个呢 亦都是跟我们之前 学的send formula 一样的 亦都是要记住 就是说 ratio是交叉成的 就是说 你最后应该将 这个乘这边 这个乘这边 这个东三都提过 那就是3 是乘下o a vector 而2 就是乘下o b vector 就像你承诺的point 那样的一天 那你见到呢 我这样写完之后 你再将2加3 变回5 就收工了 亦都不要抄 你看到很搞笑的 就是呢 在你份功课 就是之前那份 11.2功课 它是抽到5分一出来的 很划算的 但这里它不抄的 它是因为不抄的嘛 所以呢 本书其实都很 很傻 可能不止一个人做 所以它们的东西是自相矛盾 11.2就用一个写法 11.3用一个写法 你又不是很傻子 这本书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也不太好 不过性格提供多 没办法 那都接受 因为我说 没所谓 但是最重要的 要记住就是 我们是不会抽出来的 千万不要抽二分一 不要抽五分一 所以我一定要写清楚 don't take one over 这里千万记住 不要抽 其实是不抽的 是不应该抽的 OK 那这里引证了给大家 那也不要写这个 麻烦 直接写这个 不要写除二加三 麻烦 直接写好了 我宁愿 你说阿sir 我怎么都想写一部 我不写一部 不可能 那写这个 就是写六式这个 就是你写多少 over多少a 加多少 over多少b 就不要写多少 加多少成多少 除多少 不要写除 好不好 好 所以你觉得阿sir 好像自己欺骗自己 但是真的没有写 OK 那反而要小心一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们计算b express m in terms of a b and c 那这里你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呢 如果我们想 问m in terms of a b and c 那其实你也看到 很明显就是 这个数据就是最后一个 condition 来用的 就是想说 m是cp的midpoint 可以用的 可以吗 但是你要记住 就是说 如果用我们之前那幅公仔 那幅图 去说 我们就说 其实m vector就是om 但是呢 如果你用sexual formula的话 你应该是说 m在cp这条线上面的 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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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division 那所以其实你 就是oc 和op 和m之间的关系 就是sexual formula 现在在这个scenario 就是说这三个东西 就是m 和c 和op之间的关系 但是它叫op 就是p 就是p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最后答案 说 不想留p的 直接想留abc的 就是说 我们要把p的答案 在apark那里 代回去 那所以其实呢 你发现了就是说 你只不过是照用 sexual formula 或者pard division formula 照做的 而且你给了一天 你就直接代 那你也记住 如果p本身在apark 就算了 那所以其实 整条线就是 就是这样的 完全是分数成数 OK 但是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的困 那OK 有问题 那12不说 因为12呢 其实纯粹就是想你show 那你就直接算 这个也不多说了 好了 接着就要说11点 那11点呢 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 我们会延续pard division 那当然你说 阿sir不信啊 他一开始也不是这么说的 当然啦 因为这里要提到你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两枝factor 是可以写成为 一个等于 一个数成一个的 那我们就说它们是parallel 甚至其实不是parallel 应该是甚至可以说 它是collineal 那这个呢 其实呢 都不是新的了 这个在刚才我们说的 11点2 和你温习的时候 已经推广了 那只不过这个是confer set 就是说 如果 它是倍数关系 就一定是parallel 重叠 就是collineal 反过来 如果是parallel 重叠的话 你就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 所以这里就再加强 你这个概念 而已 OK 所以这里绝对不是新东西 那你说阿sir好像骗饭食 那样 所以我本书编排得不好 那些东西可以 其实一次要讲 但不知道为什么要特意分析 一个session去讲 那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 那其实为什么要特意要再讲呢 因为呢 在vector 上面 其实有些dormetry 的数 我们可以用vector 去证 就是以前我们 form2 form3 有些dormetry 的firm 如果有些so-called interceptfirm 或者可能是parallelogram 的firm 其实我们可以用vector 去证 那这里有dsc 也少出的 所以这里有兴趣 就自己看 其实这个就印证了 在中三 讲 cordilateral 的extension 有一个叫mid-point-firm 那叫mid-point-firm 不是mid-point-formular mid-point-formular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session homework 那条式 mid-point-firm 是说三个人里面的平衡 有些相当的关系 就是好像这样 其实它想用vector 去证mid-point-firm 出来的 那其实它的做法 就很简单 那因为你想证明它的平衡 那你就最简单 就是show mn和bc 是有倍数关系 那你其实就发现了 你认证到这个关系 那你怎样证证长度 那更简单 因为once 你知道它的平衡 的话 那就是说它的长度 也可以从你的关系 才能看到 例如说mn 是二分之一个bc 那就是说mn的动动 mn的长度 就是等于bc的动动 就是两分两动 就是它的长度 二分之一个bc的长度 那就是二分 所以其实基本上 你一once 证明了vector 的时候 就会自动证明了 就是平衡价 这个 就是其实你要明白 这个也是我 在刚刚 今早讲对功课的时候 都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 喂 那你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你一只vector 等于另一只vector 配数 其实这个 是automatically 会影响到这些东西的 ok 那就是说你要记住 就是说 如果平衡价 长度的话 你也可以调回 说黄色的 这个都是 基本上就是 我之前强调的东西 所以这里是 选择的 所以说这些衣服就可以了 那些衣服都可以了 那些衣服都可以了 那这些衣服都可以了 那就是刚才那一个 所以不知道 这些衣服再寫一次 但是这里又很重要 因为呢 深的地方就是 在我们 apply session formula 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 apply一些很复杂的图形 例如这个三文 当然不是一个三文 那么简单 它还有 一堆 一堆 factor 也会涉及到一些 unknown number ratio 例如 你会见到 现在我们玩什么呢 就说 b.c 和 ce e o 1 k 糟了 你会见到 k是unon number ratio 那就是说 又是玩些unon number 那 那这里你最小心 那他又给了一些 古灵精怪 就是o.c boi cf 又要等于 seal vector 就是说 如果你真是 那么幸好把它加上 它们应该是 cancel 那跟着呢 就想你 证明of 比fb 都是 1 b.c 其实他想证明 就是说 你这三条vector 就好像 这三条线 就好像 同一个 那你会见到 他做这条数 都挺复杂的 暂时来说 我都只想到 用这个方法 就是基本上 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看看我们 可不可以 用它给你的条件 现在给你的条件 就是这个 那我们就尝试 看看有什么 satisfied到这个条件 然后看法 改变成了 但是你会发现了 就是说 如果你要计算 old dot 的话 你要计算D 这条vector 所以我们可以先 in terms of b和c 那你就会说 我鬼知道 为什么 in terms of b和c 其实没有的 你都是试的 因为你都希望 就是说 尽可能 令到 你那条equation 就是现在 given那条equation in terms of 同一个 vector 那你就可以做 compared coefficient 就是之前我们说 compared coefficient 所以你看到 在做一条数 的时候 它的target 就是不断去做 b 做c 即是 就算b e 也就是 因为第二条 就是b 所以你发现了 就是说 我们不断将vector in terms of b和c 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原来cf 也可以in terms of b和c 然后你就问 cf 这条 我in terms of b和c 有什么用呢 但你要记住 就是本身cf 这条vector 亦都可以用 我们说的point division in terms of oc 和bc oc 刚才都说了 它是cvector 而bc 我们就可以用 减数来做 来 b去c 先用战畅 这个就是cvector 如果你说 sir你cf组 那你反转 那你反转就是co 那你反转就是cvector 那如果cb的话 你就用回刚才的招 即是cb 就是o b和oc 那你就可以将in terms of b和c 但今次就是b和c 所以你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用这一招去做 亦都可以去做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先用回 那你就可以先用回 那条formula 就是说 我们可以先说cf 就是等于什么 1比m 就是1 就是指去cb的位置 所以就应该是1 over1 加m 的cvector 然后再加回m 和1加m 接着就是cvector 那你就将这条东西 in terms ofbc 接着这里in terms ofbc 接着你再将这条东西 整条东西 整条东西 和我们原本 给这个condition的cf compare 你compare它的efficient 之后就算到k OK 你就算到k 就是你会发现到 m和k的关系 exactly 就应该算到m是k 因为其实你想证明它是1比k 就是你想证明这个m 就是exactly是k 所以其实compare 就做完了 但是当然 它就做得复杂一点 它就不是用 那条formula 它就基本上 就不断做writers writers writers 但我也是那句 不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用这个方法 就是现在我写这个 更多次的point division 和这个比 你就会立刻 目标 你慢慢计 应该 最后你就会计到你要的东西 什么叫的东西呢 就是你最后计到m等于k 那我们就收工了 收工 因为 我们都是希望 就是想证明 of比fb就是1比k 就是想值得m就是k 你这样 所以其实你都可以用这些 你这样做 就未必就需要做这么复杂的东西 ok 可以吗 所以这里都是其中一条 除了这条之外 你发现了 我发现了这条条条 好像是11.2的exactly 都是算计算unown ratio 所以这里也会有机会 可以专到 也要记住 dsc 通常考哪一只 就是考exactly 22 这只 就是直接 叫你验证的Ratio 然后再compare 那你這條數就這樣說了 現在又是複雜的東西 都是通常的貪文 但是不只這條線 這次給了你ocbca 1比1 就是說我先給你一個底 這裡就是1比1 然後o.bca 1比2 上1比2 你要記住下1比1和上1比2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大家說的邊是不同邊 所以你不可以說這個1和2有關係 no 千萬不要 但是現在我亦給了一些東西 這條整條就叫做a vector 這邊整條就是b vector 所以你馬上可以知道oc和od 因為剛才也說了 因為ocbca 1比1 所以ocb就是a的一半 而反過來od 就應該是ob的3分1 這條也容易看到的 那你也會看到 我又給了一個這樣東西 就是ae比e.bc 是一個unknown ratio 先看看位置 ae比e.就是這條線 這條線 然後b比e.c 我用綠色分 那就是這個 就是這條線 所以你其實 基本上 它是給你一個ratio 即是預了你用 session formula 去expect 所以你會看到 首先第一部分 我想計 oe in terms of nab 即是想和b e e c有關係 那你怎麼搞 那你就看回 現在這條綠色線 就是b e e c的位置 你想和oe有關係 想和oe有關係 老老實實 其實你就用point session formula 做這三條 就是想證 oe ob oc 明白嗎? 因為你也看到有一個ratio 現在1比n 這裡1,這裡n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可以寫 第一步就是oe 1 就近b n 就是近c 所以成的時候 就反轉 n就近b 就是說你第一步 你就先寫這個 n 那近b 那就是ob 然後1的是近b 所以就反轉 c 那剛才我都說了 ob就是b 這個b 那 而oc 剛才也說了 oc應該是oa的一半 所以你有這個 可以吃 那其實基本上 你做 第一步其實就很容易做 因為其實你發現了 我又是用session 可以嗎? 那就可以了 那你發現了 我已經說完 已經做完了 你發現了答我其實也是這樣 那就可以寫 oc 那就是那句 不要寫 除熟識 那但是你也是那句 我們expect 你是分開寫的 千萬不要抽 所以你見到這本書 真的非常不好 這裡它寫得對的 但是有一些東西寫得很差 就是那些東西不應該抽出來 也都記住 在 尤其是這場題目 不要抽 你都抽就糟了 你做不到下去 這樣 那A2也是這樣做 不過你記住 A2就拿黃色線 所以你要弄清楚 今次是哪條 非哪條 例如如果我們說 黃色線 OE這樣的話 我們就應該用 O.O.A去做 因為你也要記住 OE就是黃色線的中間位置 所以你就應該用 旁邊的兩個 O.D和O.A 同去做 設算方便 OK 所以你發現了 你就照做 做另一個 但是你發現了 做完這兩個 有什麼用 你要記住 現在這兩個 其實都是同一個智慧塔 所以你便可以玩 玩什麼 直接 compare 但當然 你要 provide 所以你下一步 要做的 例如 如果你想計算 M和N出來 因為最後 都要叫你計算 M和N 因為他要計算 M和N 就是叫你計算 M和N 那你就直接 compare 所以下一步 你就直接 compare 就做完 那當然 你 compare 可能小不免 你要做一些 equation 也有機會 有分數 因為我們 我們計算Ratial 小不免就有些 unknownRatial 在分母放一份子 所以你做這個 comparation 就要小心點 小心點去做 compare 例如 你首先要做 一式除二式 要除 不是減 因為你記住 你除才會令到 那些分母大一躍走 那你條式就會簡單 但你好像這樣 它會先三除四 接著就可以m連接 然後再側下去 亦都有情況 就是說側下去之後 這條就是好地地的 就是N 有機會有個情況 可能會變了quadral 那如果變了quadral equation 你就要適當地reject一些 不適合的 的answer 即是有些負數 或者有些 說明是不可以是小過一的 那你在小過一的 就不要了 明白 即是說 你有機會在 solve 這些equation的時候 有機會涉及到quadral equation 亦都可能你涉及到 式 不是用一式減二式 是用除 因為你記住除 才有機會約了分母 ok 所以呢 唯一一個難度就在這裡 ok 這樣就當回內容做完 那也是那句 阿sir 你說 Ratio 是不是一定要寫整數比整數呢 最好是這樣寫的 但如果你寫一比多少 其實都沒有何不何 當然最好就是寫這個 即是說呢 其實我都建議大家 就最好寫整數 整數不整數 但通常 DSE都會規定你的 一比多少次 計算多少 就可以了 ok 所以說完 所以說 其實這裡 我想大家都需要 一些時間的practice 那你預料了 今次我給多一點 因為我都預料了 可能會遲些時候 跟你對 但是 第一就是 頭三條很簡單的 因為真是說回 最基本的position 反而後面那幾條 就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20條 可能這些圖複雜 你們會覺得有點困難 但記住 這五條絕對不夠 因為其實 好老實說 這八條功課 尤其是後來 過世上的五條 19、20 是接近DSE 但未去到DSE 最標準 或者比較深的 那些 這些我們之後會再做 亦都會預料到 一本書的21、22 即這個exercise 收得多的21、22 先接近DSE的難度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 試試做 我們都在下集結束的時候 就當這兩條是optional 這樣給大家看 行不行 那今天 先講到這裡 試試看下沒問題 記住我今天講的心得 去做這份功課 Thank you 拜拜